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昨天講了龜三堡的大義 我現在講什麼呢? 我講龜三堡以後 我們應該怎麼樣的栽培善根 講這件事 我們佛教徒 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佛教徒 大概的說分兩類 一個是凡夫的佛教徒 一類是已經正入聖位的佛教徒 正入聖位了的佛教徒 那是聖人了 我們不說 我們現在就說 初開始 龜三堡的凡夫的佛教徒 我們應該怎麼樣啊 用功修行 說這件事 這個 昨天我也曾經提到 我們歸一三堡了 我們歸一三堡了 只要你還是在凡夫的階段 就算你是出家人也好 應該啊 拜佛 應該禮拜佛法身 這個《華恩經》的《入法界品》 最後一品 就是普賢 菩薩恨願品 那上面說到十大願望 第一就是依著禮敬諸佛 就是應該要多拜佛 這個密宗啊 密宗的修行人呢 在修世加行之前 要可十萬拜佛 拜佛十萬拜 這個也和普賢佛的橫言品是相合的 好 因為我們其他的修行啊 比如說是 像《金剛經》的說 可以深相見如來法 不可以深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 如來所說深相 既非深相 我們初開始啊 來到佛法裡邊的人 這樣的修行啊 我們不及格 我們不行 我們念念這個文可以 這樣文讀一讀是可以 但是裡邊呢 教導我們的 這樣的修行呢 我們辦不到 我們做不到 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比如說是 《金剛經》後邊文裡也說 不助舍生心 不助生相未處法生心 焰無所助而生其心 這也是個修行的方法 但是我們也做不到 我們只是說 念這個文可以 把《金剛經》念一遍可以 但是裡邊的修行方法 我們辦不到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樣修行呢 也多磕頭了啊 這個拜佛的時候呢 我們 當然是要供奉佛的相 佛菩薩的相 指化的也可以 木雕的也可以 乃至其他的所造的相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供向稍微要比人高一點 然後應該前面有一個供著 放上香花 或者是生活來供奉 那麼禮拜的時候呢 你應該呀 當然最應該是要沐浴好 和身體沐浴 也刷刷牙 穿上清淨的衣服 然後在佛前呢 立在那裡 心靜下來 先不要立刻地拜 心先寂靜下來 寂靜下來 寂靜下來 然後觀想啊 如果你是拜 釋迦牟尼佛 你心裡面要觀想啊 不是相 不是這個木雕尼術的指化的相 是真實的釋迦牟尼佛在這裡 所以啊 也要把所供養的相啊 你感覺到很滿意的相 你感覺到這個啊 共對司法牟尼佛的相 你看上去感覺到很滿意 你用眼睛看 你還閉上眼睛看 把這個相好啊 顯現在心裡邊 很分明地顯現出來 當然這個相可能會小 也可能是多大 但是你要顯現在心裡邊 應該是大一點 放大光明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做寶蓮花 這樣觀想 然後啊 你應該說 第一拜啊 你可以說 我弟子母母明 一心頂禮 拿摩本是釋迦牟尼佛 然後再拜下去 拜下去以後啊 心裡面怎麼樣觀想呢 還應該有個觀想的祭祀 這個觀想這個祭祀啊 在經上有現成的祭祀 不是我們中國的高僧啊 做的 我記得這個祭祀是這樣啊 祭祀歸正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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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渡物邊大谷海 橫溢甘露因群生 令得涅槃和定理 這裏邊呢 有讚嘆佛的意思 好 祭祀歸正等覺 好 這個祭祀這兩個字啊 就是頭啊 至地 頭至地啊 不能立刻地就起來 這個祭啊 就是在停一會兒 停一會兒叫做祭 這個手就是這個頭 自地的時候 停留一會兒 停留一會兒 心裡面觀想吧 這首皈衣就是昨天我們講的皈衣 皈衣也有個皈命的意思 這個皈命啊怎麼講呢 我昨天沒有解釋 這個皈就是皈衣的皈衣 皈衣 名就是生命的皈衣 這個皈衣 這個皈衣這個話 用白話怎麼解釋呢 這個皈衣啊 就是佛菩薩對我們說的話 教導我們的語言叫做皈衣 就是命令我們 教導我們叫做皈衣 歸就是我聽從你的教導 歸是聽從的意思 就是我隨時你的教導 你叫我怎麼做我怎麼做 叫做歸命 古德也有其他的解釋 記者歸正等覺 正等覺就指佛說的 佛有大智慧 智慧是無量無邊的智慧 但是把它分類的話 佛有兩種智慧 一個是正覺 一個是等覺 就是兩種智慧 這個等覺這個等字 是普遍的意思 就是世間出世間 宇宙間的萬事萬物 凡夫的事 聖恩的事 一切一切的事情 它完全都明白 明白它的因緣果報 這叫做等覺 這個正覺這個正這個字 就是明白一切法空 一切因緣果報都是必定空氣的 一切像的 那這叫做正覺 這兩種智慧 包括佛的一切的智慧 都在內了 是基守歸正等覺 這樣說就是正等覺 就是讚嘆佛有廣大的智慧 就是這樣意思 基守歸正等覺 能度無邊大苦海 這個能度無邊大苦海 就是佛他得到了 他成就了大智慧之後 他能卸透了大苦海 這個還是個疲禦的意思 疲禦是廣大的意思 世界上的眾生的苦惱 像大海那麼廣大 那麼樣的深奧 而佛陀呢 卸透了一切的苦惱了 沒有一切苦惱了 能度無邊大苦海 這也是讚嘆佛的意思 他能得大卸透 基守歸正等覺 能度無邊大苦海 恒意甘露印群生 這是讚嘆佛有大慈悲心 佛有大慈悲心 這個恒就是永久的 不是展示的 永久的能為一切眾生 宣說妙法 宣說無量無邊的法門 來卸透一切眾生的苦 就是這樣意思 恒意甘露印群生 這個甘露啊 就是疲於佛說法的作用 佛為我們宣說的妙法 有什麼作用呢 能令我們呢 卸脫一切苦 能夠啊 永久地安落自在 也是這個意思 這個甘露究竟是什麼呢 是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呢 他們的飲食啊 都是乾露 所以我們人間的人 我們生命的存在 需要有飲食 但是我們人間的飲食 不是太好 就是啊 飲食裡面有毒 有毒術 但是我們呢 沒有那種智慧啊 就是吃了毒 但是初開始我們的身體啊 還算是健康啊 還可以多少能夠消毒 但是久了呢 就中毒了 不能消毒就中毒了 所以身體就有病了 但是天上的人的飲食 沒有毒 它是能令你身體健康 能夠令你長寿 所以叫做甘露 好 這用這樣的 用這句話 表示佛說的這一切的修多羅 這些佛法 裡面沒有過失 裡面是沒有過失的 是你如果能夠有信心 能夠有誠懇心 能夠有長遠心去學習修行啊 能令你離苦得落 能令你得盛道 不會對你有傷害的 我們呢 我們世界上的人呢 我們呢 年紀漸漸長大了到小小讀書 我們讀的知識啊 當然我們可以在社會上立足 可以創事業 但是有的時候有問題 比如說我們呢 你小做醫生 小醫 有的時候你看錯了啊 你把病治 人家本來沒有這種病 經過你的治療 反倒是加重療 病重療 更有其他的病療 或者把病治死了啊 我們世界上的知識啊 世界上的智慧啊 世界上的智慧 都有問題 但是佛不是大智慧啊 為我們宣說的佛法 能令人離苦得落 沒有一切過失 只有功德 所以譬如是甘露 能以甘露印群生 就是佛有這樣的能力啊 能宣說無量無邊的妙法 叫我們能夠得盛道 能卸脱一切苦物 這樣意思啊 能以甘露印群生 令得涅槃而定理 令得涅槃而定理 說了這樣的妙法 我們要能夠學習的話 能使令我們得涅槃 就是成就了佛所成就的境界 令我們和佛平等 是佛有這樣的能力 說佛具足這麼多的大智慧的功德 卸脱了一切苦 還能大慈大悲的廣度眾生的佛陀 我現在向佛頂禮 這樣意思 好 那麼你立在那裡 你先靜下來 觀想佛陀在這裡 然後你說 然後你說 我弟子母母 一心頂禮 本是釋迦牟尼佛 然後拜下去你念這四句話 據說歸正能覺 能度物邊大谷海 恒意甘露印群生 令得涅槃而定理 這是四句 這四句不是很多 你容易記住 其他也有很多讚嘆佛的句子 太多了啊 恐怕你記不住 反倒就是念不來了 這四句不算多 把這四句話把它記住 明白四句話的意 然後用這四句話讚嘆佛 這樣頂禮 頂禮的時候 念完這四句話起來 起來呢 你再觀想 釋迦牟尼佛的向好光明 然後你再頂禮 當然也可以轉變一下 一心頂禮 本釋迦牟尼佛 然後就念這四句話 拜下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念 念本釋迦牟尼佛的名號 或者是念三句 或者念四句 念五句就起來 那麼你或者是拜佛三拜 或者是拜七拜 或者是二十一拜 二十四拜 四十八拜 或者一百零八拜 隨你自己的意 可以這樣的禮拜佛 這樣禮拜佛啊 有什麼好處呢 能滅除業障 能滅除很多的業障 就是我們過去生啊 或者是今生造了很多的罪 造了很多罪啊 這個罪它還沒有發生作用 但是它有 它遇見因緣的時候 它可能發生作用 令你苦惱 或者是令你有什麼災難啊 或者有什麼病痛 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你要常拜佛呢 能夠消滅這些業障 是令你身體健康 心情快樂 開大智慧啊 那麼不去再造罪 能做種種利盈的事情 能有這樣的好處 所以應該多拜佛 這個 我們佛教徒啊 有的時候啊 學習經論 別的人 你的同校裡邊呢 他讀這個 學習經論的時候 很容易明白 一讀這段話就明白了 他說我就是不懂 老實講我還是聽不懂 好 那就是有問題啊 就是有業障 你要能夠拜佛能 一天拜他一百零八拜 或者是拜他多少拜啊 能消除業障的時候 再去讀經論的時候 他就容易懂 他就容易懂的 這就看出來 拜佛能消除業障 所以我們應該多拜佛 我剛才說的的是拜佛 我們也可以也應該禮拜法寶 我們拜大悲燦 或者拜法華燦 裡面也都有拜法 禮拜法 禮拜法的時候啊 你內心裡面怎麼樣觀想呢 你內心裡面怎麼樣觀想呢 記守貴益 政法障 這個記守貴益啊 我剛才講過了 這個政法障啊 怎麼講呢 這個政法 這個政這個字啊 就是指諸法實相說的 或者是指法性說的 或者是指法性說的 為什麼說它是政呢 因為你要是 教悟了法性的時候啊 你就會遠離一切過世 能遠離一切過世 所以叫做政 這個我們凡夫啊 因為神們稱之為凡夫呢 就是沒能教悟諸法實相的道理 所以我們呢 有種種的虛妄分別 有種種的煩惱 造種種的罪業 這都是不正 要是能教悟法性的真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遠離一切虛妄的分別 遠離一切的煩惱 就不會啊 做種種的罪過了 所以叫做政 政法 這個仗是什麼意思呢 仗就是寒常的意思 這個仗是寒常的意思 就是我們昨天呢 曾經解釋過 什麼叫做法寶呢 就是教行禮 將才說是正法 就是這個理所的 這個理所 叫做正法 這個仗呢 可以啊 有是個寒常的意思 有兩 可以從兩方面解釋 就是佛說的這一切的法門 把它記錄出來 就是經 我們讀的是 我們讀的是 金剛 波爾 波羅蜜經 或者華原經 法華經 阿罕經 那麼 這就是有語言文字的 這些文字裡邊呢 有無量無邊的義理 文裡邊呢 寒常著無量無邊的義理 所以叫做仗 而義理裡邊呢 也寒常著無量無邊的文句 所以禮裡邊有很多的文句 文句裡邊也有很多的義理 所以稱之為仗 這個 這是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呢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教行裡這個禮 禮 禮是禮一切相的 是禮一切文句的 但是啊 裡面也能 也寒常著無量無邊的功德 佛成就了一切聖音呢 教悟了這個真理的時候 他還成就了無量無邊的功德 成就了無量無邊的功德 還沒有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他這裡面有這些事情啊 所以也稱之為仗 記者歸一正法仗 能止無邊苦惱因 就是這個佛說的這些 無量無邊的法門 我們要能夠努力的學習 能止無邊苦惱因 能停止各式各樣 無量無邊的過世 我們身口意不清淨 炸了很多的罪 將來會得苦惱 苦惱的果報 現在學習佛法 你能把這苦惱果報的音 停下來 再不得苦惱果報了 無邊苦惱因 顯示過世利益眾生 這個經論裡面說的佛法 告訴我們什麼是錯誤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功德 什麼是罪過 這樣的對我們就有了利益 能利益眾生 另外寂靜 寂靜有生有滅 有變化 都說是流動 這個寂靜就是不生不滅了 沒有這些流動了 那就是涅槃的境界 另外寂靜而定律 這個我剛才說 這是經論上現成的 如果你自己能做出來 讚嘆佛 讚嘆法 讚嘆聲的這些詩句也可以 也是可以這樣 所以在禮拜的時候 就念這些詩句 這些祭聖來讚嘆佛 讚嘆法 讚嘆聲 是這樣意思 那麼這是禮拜三寶的時候 應該這樣子禮拜 這個也一樣禮拜法 禮拜聲和禮拜佛一樣 你願意拜七拜 或者是拜三拜 拜七拜 三七二十一拜 二十四拜 四十八拜 乃至一百零八拜也可以 乃至到拜一千拜 也是隨自己意 這裡邊也有無量無邊的功德 我頭多少年呢 有一個在家居士對我說 有一個居士有病 病的很嚴重 去看醫生 醫生說不能看了這個病 那麼有人給他出主意 去拜法華經 他就勉強地 身體有病 拜佛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他勉強努力地拜 拜了三年所有的病痛都好了 身體也恢復健康 他是拜法華經 也有的居士拜華眼經 出家的必求必行經 也有這樣發心的 這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 這是說 這是說 我們佛教徒 在家出家的都可以一禮拜 做我們魅德聖道之前的一個修行的方法 這是禮拜 那麼第二個 我們應該學習的呢 我們應該讀經 閱讀經論 就是在家佛教徒 出家佛教徒 都應該做這件事 這個經這件事 我們通常說有藏經 藏經裡邊 這個 現代 新出版的藏經 分三類 比較是古代的藏經 是現在再版的只有兩類 兩類是什麼呢 就是從印度翻譯過來的經論 從印度翻譯過來的經論 這個經歷論 這是一類 第二類呢 就是中國歷代的大德的著作 這又是一類 那麼第三類呢 就是近代的大德的著作 好 那麼這三類的經書啊 在我們初來到佛法裡邊的人來說呢 我們要閱讀印度翻譯過來的經論 有困難 不容易看得懂 那麼中國古代的大德的著作 我們閱讀也有困難 也是不容易 唯有近代的佛教的學者 所介紹佛教的書 我們比較容易 因為啊 他寫的是語體文 他用現代的語言呢 和我們比較合適 我們可以閱讀 但是也不是你完全能明白的 近代大德的著作 你未必一讀就完全懂 也未必 也還是一樣 有些地方還是不用你懂 雖然也是語體文 但是你還是不懂 還有這種情形 但是這種情形呢 你應該啊 不要要求自己要求的太高 我一下子我完全懂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那麼那怎麼辦呢 你應該自己做紀錄 好 我閱讀這一部書啊 我懂的 我明白了 你也可以做一個你心得的紀錄 我不明白的地方也做一個紀錄 也這樣子啊 這樣子做紀錄 那麼不明白的地方怎麼辦呢 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請問呢 其他的佛教徒或在家居士或出家的法師 你可以去請問他 一個辦法呢 就是留在那裡 不要緊 不懂不要緊就放在那裡 那麼還可以繼續地閱讀 繼續閱讀 你有可能就懂了 就可能會明白這件事 我說我個人的一個讀書的經驗 好 跟你們聽 我閱讀這個 這個大字的論呢 關這個大字的論裡面 解釋這個六廟門 解釋這個 這個法項 鼠 水 子 觀 環境 這六個方法 這是個修行的方法 六個方法 但是裡面加了一個儲 蛇生香味儲的儲 接儲的儲 沒有解釋 這個儲是什麼意思 沒有解釋 沒有解釋當然 我不能自作聰明 我一定要去解釋 這是不可以 但是我不解釋 這個什麼意思 這不懂 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也沒有去問誰 後來 這個 我遇見了另一本書 叫《清靜道論》 《清靜道論》是多少年 也能有七八年了吧 是中國大陸出版的 現在台灣也有再版 看《清靜道論》上 他也有解釋了 也說鼠水 子 觀 環境 有這個解釋這個儲 就明白這個意思了 因為這不是我去 希望分別 這是《清靜道論》 是《佛音論》 這是古代的意思 他解釋這個儲了 把這個意義就明白了 那麼從這裡明白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這一部書看不懂的 不要緊 還有的地方他會解釋 我看《清靜道論》他的書上 也說他也有這種經驗 就是在這一部書看不懂的 在另一部經論上有解釋的 就會明白的 那麼所以對於這個看不懂的地方 你不必因為這樣 我就不要的課 不要讀了就算了 不是 你可以做個記錄 終究有一個地方會解釋 並且你也可以去請教其他的同學 那麼也可能會有人懂得這個道理 這是一樣 第二樣的讀書 不要就讀一遍 你可以再重新閱讀 重新閱讀 讀它五遍 十遍 二十遍都不算多 這樣子你對這個書 你才能夠有心得 你讀一段文的時候 不妨不就把本子合起來 心裡想一想 這一段文說的什麼意思 你可以這樣做 那麼這樣閱讀 你讀它幾遍以後 你就能抓住它的藥意了 這樣子你在佛法裡面 逐漸地閱讀 你的知識就是越來越廣了 對於佛法的認識 就是越來越深刻了 那麼這樣讀經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就是你自己用功修行的時候可以用 你自己用功修行的時候可以用 文言講解的時候啊 也會避免犯錯誤 會講錯了 不會講錯 這個我剛才演的經安經上的話 別說是 我說可以深相見如來佛 佛也是人 不可以深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所說深相 即非深相 他這一段文呢 你要找參考書 去示威這一段文的道理啊 你就會明白 要直接讀這段文 我們初開始學習佛法的有困難 不容易明白 你要去找這個參考書呢 那你就會容易明白 但是參考書這件事啊 還是有問題 還是有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有些有學問的人呢 他寫書很容易 但是他對佛法的認識未必啊 未必及格 但是他因為有學問 也可以分別 也可以做各樣的註解 這樣子找參考書 有可能這個參考書 不能做參考書 這也有問題了 也是有問題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初開始 學習佛法的人呢 不要緊 他這一部書啊 這個參考書這樣解釋 你還可以找其他的參考書 看別的人怎麼解釋 但是在我們佛法裡邊呢 對大概的情形來說呢 這個 只有分成三部分 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印度的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 龍樹菩薩 他的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 就是大智德論 還有中論 中論也是他的著作 十二門論也是他的著作 還有很多他的著作 從這些著作 從這些著作裡邊呢 他所解釋的道理啊 在我們中國 所有的小派 不管是天台中 華言中 三論中 法相中 還是密中 大家共用的 這是值得信賴的 這是這樣子 這是這樣子 第二種呢 就是這個 維世宗的五招菩薩 五招菩薩 天秦菩薩 他們這一派的學者的著作 這一派的著作呢 在我們佛教徒來看呢 也是 也是值得信賴的 也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要是 學習佛法的時候 當然我 這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我們初開始的時候 你閱讀這些 這些人的著作 我們不容易明白 不容易明白 究竟他說什麼 不容易明白的 那幾個字都認識 那意義不容易明白 要是我們不斷地閱讀 我們有近代的佛教的學者 的著作 五代的佛教學者的著作 我們不斷地閱讀 使命我們的程度就提高了 這個時候再讀龍樹菩薩 讀五招菩薩 天秦菩薩的著作 我們就會明白多少了 要是加上你能夠消息靜坐 專精思維 你的智慧更提高了 那就不同了 這個我說一件 舉一個例子 有個首培拉法師 這個首培拉法師這個人 他應該是抗戰的時候 路國橋事變的時候 七七事變之後 一直到1949年之後 這個人還在 他在中南山住過毛棚 是殘殘的 可能是殘話頭殘吧 不知是殘什麼殘 後來他離開了中南山 回到上海 聽其他的法師講經的時候 他來聽一聽 說要這樣講經我也能講 他有楞严經的註解 還有體系論的註解 這位拉法師 這個時候啊 在智南內小院的這些 歐陽敬吾的這些學生啊 那些人都是有讀書很多 大俠教授都有資格 這些人 這些人對楞严經沒有信心 就是 用我們的話 就是說楞严經的壞話 而他這個首培法師 好像並不是讀書 原來讀書不多 但是閉關了以後 在中南山住毛棚以後 回到江澤來 回到這來的時候 他能給楞严經做註解 也能和智南內小院的這些學者 大比仗 印順拉法師就贊贊他 他這文章啊 非常的有力量 他這話說出來有力量 這就看出來什麼事呢 就是 如果你能多靜坐 你的智慧會提高 對於經論的理解啊 就能超過一般人 超過一般人的 還有我們那個 民國初五年的時候 這個八子頭頭這個人 他也讀書很少 但是他寫出來那個書啊 大小教說他不如他好 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在佛教徒裡邊 在佛法裡面肯用功的人 不可以用常理來推論的 不能用常理來推論 所以我們自己啊 不要自暴自信 哎呀我不行 我不能出家做出家演 還有我不能修小試驗處 你不必給自己啊 做限制自己 不必這樣 你要肯努力 就能超越你的想像之外的 就是這樣 所以關於 你學一佛法這件事呢 我們不能直接看得懂 但是你繼續努力呢 你有可能會可以懂 所以這個 這件事啊 一方面是找參考書 你會來閱讀經論 一方面呢 你多靜坐 多拜佛 你就可能提高你的智慧 你對佛法的理解 會能逐漸逐漸提高 都可能夠轉翻成聖嘛 何況對文字上的學習啊 所以這一方面這個閱讀經論呢 很多人說我看不懂啊 是的 印度翻譯過的經論呢 當然是看不懂 你不必勉強 但是有 有近代的大德的著作 可以做一個前導 做個引導 做一個導演 你可以從這方面來閱讀 閱讀這件事啊 應該要有長遠心 今天也讀明天也讀 我們做一個佛教徒 對於佛法不認識 不明白什麼是佛法 這些事是不合道理的 這個 在美國 也不是很久的事 是頭幾年的事 在到我們佛心院來讀書的 來聽課的人 當然就是願意學習佛法了 他願意學習佛法 他自己歡喜嘛 也就勸別人來學習佛法 但遇見了一些人就說 學習佛法是不對的 不應該去去學習佛法 不應該閱讀經論 什麼理由呢 他說施加摩尼佛 這個喜大多太子出家的時候 就是到古恒林去修古恒 他也沒有去向誰學習嘛 後來在菩提書下坐著就誤道了嘛 他也沒有去向誰學嘛 所以不要閱讀經論 你就這樣就可以誤道 說了這麼一段話 這種話 我們這個同學 沒有辦法反駁他 然後把這話告訴我了 我在想這句話呢 也只有施加摩尼佛是這樣子嘛 其他的人說是不讀經論 能明白佛法嗎 我看沒有 這也有施加摩尼佛 而施加摩尼佛能這樣成功 他前多少生啊 對佛法有學習過 所以晉升能夠靜坐你 修元器官他就成功了 但是其他的人 你許是栽培善根妹那麼強 你說你不閱讀經論 那恐怕不行 所以還是應該學習 在這個地方 另外還有幾句話要說呢 比如說造房子 人家在大小裡面 銷這個建築的 他銷過了他有這種專業知識 他說你要造房子 你和他說 要他畫出來這個屠宅 他就是畫得好 然後在建築公司按照這個屠宅 造這個房子 他就適合你居住 適合你在裡面居住 所以我也懂 我雖然不是大小畢業 沒有小過 我也知道造這個房子 我不要請畫在是畫 好 那麼他也是造出來的房子 到時候房子你去看 這個房子沒有窗戶 只有一個門 那麼如果在這個房子裡面 住上幾十人的話 這空氣會新鮮 空氣會越來越污濁 你在裡面就會好 一定是會容易有病痛 但他到現在還不知道錯誤 還不知道錯誤 所以人家畫好的屠宅 造出房子是好嘛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佛法裡面 想要修行成就聖道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的弟子 已經有著寫出來的這些經論 告訴我們怎麼修行 怎麼斷煩惱 明明白白的 怎麼樣修止觀 怎麼樣修止 怎麼樣修觀 怎麼叫做凡夫 怎麼叫做聖言 一步一步 煩惱什麼是煩惱 有見煩惱有愛煩惱 在天台中有見識火 有神殺火 有無明火 有思住思恨 似乎像實地等妙教 說的清清楚楚的 那麼我按照佛說的這樣修行 不是很好嗎 不 我把它放在藏家樓上 我不要 我偏坐這裡 我閉著眼睛 只會開悟 這件事對不對 這件事是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 還是閱讀經論 佛告訴我們這樣修行 說得明明白不是很難的事情吧 你這樣用功修行不是很好嗎 但是我們偏就有這種人 不願意讀經論 閉著眼睛修行 這件事我想我們應該 應該要好好地要注意這件事 要注意這件事 所以還是要閱讀經論比較好 當然閱讀經論也有困難 有的人你 你是大小畢業 你是中小畢業 你小小畢業 我沒有讀過書 我小小小我讀了一年 我就不讀書了 我沒有因緣 不能讀書了 我日日日日日很少 你一定要他去讀經論 那當然也是困難 那也就只好不能讀了 沒有這種條件 那也沒辦法 也無可奈何了 如果你還讀過多少書呢 你閱讀不是那麼困難 那麼你應該去閱讀經論 閱讀經論 當然這件事是那樣 比如說我相信淨土法門 那麼我就讀阿彌陀經 十六觀念 無量壽經 在天秦博士的往生論 在燕光拉法師的 燕光拉法師的文超 這些淨土的書可以讀 如果讀有困難 也可以聽音講解 這些書都有註解 都有參考書 淨土法門 但是我們今天的淨土法門 比較和古代的淨土法門也不一樣 那麼我們今天的淨土法門就是念阿彌陀佛名號 有的人呢 還是大本的無量壽經等等背下來 那還是更好聊 不然的話小本的阿彌陀經應該背下來 那麼淨土法門的確是用意 成就了能往生阿彌陀佛國也特別殊勝 這件事是的 是這樣的 但是古代的淨土法門的修行人 那可能和今天淨土法門的修行人不一樣 我們就說廬山的會員法師 他修的念佛法門和今天念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是一樣嗎 我認為不會一樣的 因為會員法師 他拜道安法師做師傅 他是聽道安法師講這個放光般若經 放光般若經 就是羅斯法師翻的摩河般若般若密經 古代的時候也成為大品般若經 是這個會員法師他在家的時候 他對中國哲學有心得 像牢莊他都是很熟悉的 他的文小的程度也高 智慧也高 那麼聽道安法師講那個放光般若 他心有所悟 所以就出家了 他有這樣的基礎 然後修淨土法門 能像我們就是念阿彌陀佛名號這樣念嗎 我看不是的 他一定是所謂實相念佛 或者是觀想念佛 當然也會念阿彌陀佛名號也是會有的 不會只是念阿彌陀佛名號這樣 一定有止觀在裡面的 和我們今天念佛是不同的 但是今天我們消息念佛法門的人 為什麼不能像古代的人 修念佛法門那樣子 問題就是我們對佛法的學習不夠程度 不夠程度 我聽說就是有些老法師 就是講經說法的呀 說老法師怎麼不修直觀呢 修不來呀 所以只好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很好 你成功到阿彌陀佛國去 也一定能夠得聖道的 但是不必說 都是念佛法門 大家都是一樣不必這麼說 古代的那些高僧 也是念佛法門和今天念佛門 還是不一樣的 不是一樣的 但是念佛法門是比參禪是容易 所以我們要是歡喜念佛法門呢 我們可以讀大本的《無量壽經》 和《十六觀經》 或者小本的《阿彌陀經》 讀這個《天清不是往生論》 也是很好 印光拉法師的《文超》 也是很好 在英國拉法師的《文超》 也是《文言文》 也不是白話文 不過也還是容易懂的 應該讀這些書 要是你歡喜坐禪的話呢 你對念佛法門不感情要歡喜 那你要願意坐禪的話呢 那你應該讀這個 讀這個《大般若經》 《大品般若經》 讀《大制度論》 這是禪 這是說的禪 《金剛般若經》也是禪 你也讀《金剛波爾波羅蜜經》 《金剛波爾波羅蜜經》 《金剛波爾波羅蜜經》 有《五兆菩薩》的註解 有《天清菩薩》註解 我們中國的高僧的註解 也很多 有《天台智》大師的註解 《藏經》裡面 我們還看見有《生肇大師》的註解 《生肇大師》註解這件事 這裡面還有些事情 我說說你們聽聽 我看《生肇大師》《金剛經》的註解 然後我又讀《天台智耳大師》的《金剛經》註解 這兩部經一對照的話 我就感覺到 《智耳大師》是抄《生肇大師》的註解 因為《生肇大師》在前 《智耳大師》在後 《智耳大師》在南北朝 《智耳大師》 要在姚群在東晋時代 《智耳大師》 《智耳大師》 中間 還距離恐怕都是百年 所以我想《智耳大師》一定是參考 《生肇大師》的《金剛經》註解 講《金剛經》 一看就很明顯都會看出來 但是后来 我就读周淑佳 昨天好像我提到周淑佳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这个问题 他说是 去看 藏经的目录 看这目录的时候 看圣赵大师的著作里边 没有金刚经 诸解这个名字 这个目录里没有 没有这个记录 圣赵大师没有为金刚经 做诸解 没有这回事 就是后来的目录里边 圣赵大师的 著作里面有金刚经诸解 从这里就看出来 那就不能说 智大师操他的了 他没有诸解吗 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里面还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不老实 我们佛教徒 虽然是受了解 有的时候是不老实 他把智大师的诸解里面 惊讶的地方抄出来 然后他不说他自己 他按这个名字 这是深造大师 深造世界的 实力后代的人就有引起误会 还有这件事 那么这就是引起误会是一回事 但是内容是可以是有价值的 我们还是应该学习的 对于我们不广度经论的人 常会被这个说谎话的人欺骗 会有这件事 会有这件事 但是要读多了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件事 不也不知道 所以我说我们要是归一三宝之后 我们应该要拜佛 要读经 读经 就是你要欢喜念佛 你读净土的这些经书 你要欢喜参禅 欢喜作禅的话 要读大制度论 读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还是有名的大德的著作比较好 像这个吴钊菩萨的金刚波尔论 世亲菩萨金刚波尔论 是天台智大师金刚波尔论 江台说是圣赵大师金刚波尔论 他的著作也是可以读 里面说的好 再有魁骑大师 威斯中的这个祖师 魁骑大师的金刚经著作 还有这个三论中的家乡大师 金刚经著作 也是好 也是可以读 再就是这个 现代的印顺拉法的金刚经著作 也是好 也是可以读 就是他能够 能够符合原来的经意 符合原来的经意 好就是好在这里 不违背原来的经意 自己随便东说西说 说的很厌闹 但是和原意有违反 那就不见得是 不见得好 但是这个事情 但是在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来说 我只感觉和我意就是好 我感觉满意就是好 你说好 我看见我不满意 大家也会有这种情形 有这种情形的情形 当然你就是要多读的时候 才能发脚里面有问题 不需多问 你才能够发脚它的问题 你要只是读一部经 我就对这部经有的心得 其他的我都不读 那你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是欢喜 欢喜念佛 那么就把这个净土法门的经书好好读 欢喜作禅 应该那就是要读高深的这些经论了 像打字的论 打平般若经 金刚经 或者是欲缺师的论 辩中编论 显阳圣教论 成为师论 这一部分的经书不容易懂 不是容易懂的 那么但是你要想禅禅 这些书非读不可 这个禅作禅这件事 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指 一个是观 这个指这个方法 在欲缺师的论里面说的非常的详细 在天台智大师的书里面 摩护子官 十三波罗蜜里面也说的详细 其他的书都没有那么详细 在我们这个顿根音 学习佛法 还非要详详细细的 你当然这个详细就是多了 要简略的就是少了 说的少 我们不容易懂 说的详细 我们又怕多 怕多 我又头疼 简单点一点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困难 有人像我说 天台智大师的摩护子官 说的那么麻烦 我看《清静大论》里面说的 修直观很简单很好 人就是有这个问题 怕多 简单点也比较好 这个人是这样子 但是有的人不怕多 也不怕生 有的人怕生了我不懂 我要浅一点 我才明白 才容易明白 我在香港那时候遇见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 他还是在医院里面做院长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他是日本留宵 在满洲国的医院里面做院长 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和他见面了 但是他是相信基督教的人 有一天我们做网课放梦山 我叫他 我说你来参加 在这站一会儿 我给他功课本子 他也照着看 因为他是读书员 虽然以前没有参加过 我总是硬是智 也随时这么做 所以我完来的时候 他和我说 你们佛教还是有点道理的 要预了之三十一切佛 因观法皆行 一切为心照 这里面是有道理的 但是后来说 你们佛教经书太多 理论说得太深 不容易懂 不如基督教 就是深创造一切 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本身 也是有这种人 就是愿意简单一点 太多了头疼 太深了难懂 我浅一点就好了 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佛教徒 当然每一个人 随自己的条件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你应该多阅读经论 你对佛法有印识 那么你为人讲解 那么就不会说错了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佛法要不弘扬的话 佛法就灭亡了 就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佛法灭亡不灭亡 不光我事 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也可以 因为这也没有错 也不能说错误 所以各人的意愿 我不愿意去学习那么多的经论 我不愿意去讲解那么多经论 我就讲阿弥陀佛 讲这净土法 也可以 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你愿意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别人不未必完全同意的 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可以各思其思 你能有这个条件 你可以多阅读经论 没这个条件 那你就不必多阅读 但是有一样事 不要自作聪明 这件事很重要 不要自作聪明 就是你要想讲解佛法 一定要有根据 要根据经论上的 佛菩萨怎么讲 你怎么讲 因为这件事 不是世界上的事情 这是初世间的圣道 是有经验过了的人 他说出来的话是对的 我们只是从文字上的学习 你没有经验过 你随便云云是不对的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应该不要自作聪明 你要愿意弘扬佛法 为人讲解圣道 你就好好学习 原来上应该是这样子 你愿意为人讲解 但是欢喜自作聪明 这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子 那么我将来说 我们归一三宝以后 我们要多拜佛 要赞叹佛 以着礼敬诸佛 而是称赞如来 但是我们要阅读经论 阅读经论 你要欢喜念佛 这比较简单 这范围比较少 经论没那么多 但是这大本的无量寿经 里边也是很深广的 镜头方面还是高深的 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里面 看出来 但是小本的阿弥陀经 只是说赞叹阿弥陀佛国的 一正庄严 那个世界怎么样的好 它那个世界上的 人程度怎么高 诸上善言 聚会一处 那么怎么样能到阿弥陀佛国去 就是念阿弥陀佛 一心不乱 那么临命中的心不颠倒 就可以往上了 这比较容易 的确是容易 那么你在这些经论里面 经过一番的学习 然后要诚心地念阿弥陀佛 不要心里面散乱 要一心不乱地念阿弥陀佛 要诚心地发愿 愿生阿弥陀佛国 这样子你将来有可能会成功了 会往生阿弥陀佛国的 如果你对镜头法门 我不愿意这样子 那么你愿意禅禅 你就要得多读经论了 你要深入地学习佛法 你才能坐禅 我们一般的这个欢喜作禅的人 心难 这个第六意思难 不愿意修观 只愿意修止 心安住在所缘境不动 这样子好 这样子好也是好 但是不能得圣道 你想得无声法也是不行 只能得定 还成功了的话 你能得欲界定 未到地定 到舍界定 最多是到舍界定 无舍界定 到此为止了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经论上的认识 你可能是个外道 并不是佛教徒 连佛教徒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你要是个出家人 我是佛教徒 我受戒了 是佛教徒 但是你不修 披不守那观 你只是修这个职 可能变成个外道 表面上是个佛教徒 事实上是个外道 因为你的思想不对 思想不对 但是这件事 在末法时代 就是很难说了 我们要是 欢喜作禅 你要深入地 学习佛法 明白什么是第一地 然后修止观 修止观 这个止这个地方 止怎么样修 你要从天台中 自治大师的这些著作里面 去学习 从唯实中的经论里面 去学习止 在其他的经论里面 说到止 不是没有说 说得高 我们用不上 所以你非要从这些经论里面 去求这个止 观呢 华严经也有观 法国经事也是有关 大波尔经也是有关 大乘起习论里面也是有关 乃至叶潘经也都有关 说观的地方比较多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懂的 如果我们呢 我也不愿意念佛 我也不愿意专心念佛 我也不想参禅作禅呢 那怎么办呢 算受持一部经也可以 比如说我就把法国经背下来 我把法国经背下来 我慢慢地把这旗卷完全背下来 不照着本 背着本 我把法国经背下来 这也不可思议 但最好是有一点学问 你要中小以上 最好你的微小好一点 那么也找一点参考书 把这个法国经的道理学一学 然后天天的背 背的时候 不要背得很快 一句一句 很分明地从你心里面过去 你要背得快 背一背就背不下来 就不能背了 并且没有意味 你要背得快 背久了没有意味 不愿意背 只好就停下来了 要是慢慢地背 一句一句很分明地从背 越背心里快落 心里会快落 而且能够与普贤菩萨大慈悲心相应 能见到普贤菩萨 背法国经有这样的功德 见到普贤菩萨的时候 那和见得一 和是不白见的 你看见他能得到托洛尼 见到普贤菩萨能得到托洛尼的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背经也好 拜经也是好 也有的人我也不愿意背经 我愿意念佗洛尼咒 我念咒心里快乐 也可以 你唤心哪一个咒 也都可以 我们中国佛教有一种情形 就是早晚课 早课念楞严咒 念大悲咒 念十小咒 然后还有晚课 做完了就完了 这样子不行 你要是单独念楞严咒 念他十万遍 那就不可思议 你念大悲咒 连续念他十万遍 也不可思议 那就不可思议功德 一定要念咒念多念才可以 也是可以 他大楞严咒 先楞严经来到中国 楞严经还没来到中国 楞严咒已经来到中国了 后来唐忠忠神龙元年 把楞严经翻译到中国来 楞严经里还有楞严咒 那也说到楞严咒种种的功德 大悲咒 除了大悲心 脱了逆经 在那里 说这个大悲咒的功用 念大悲咒有什么什么功德 念大悲咒的方法 我们现在通常念大悲咒 不符合那个经里边说念大悲咒的方法 不符合 念大悲咒实在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 才符合念大悲咒的方法 你要人家发无上菩提心 所以这个世明天台中的世明准者 他编辑这个大悲灿 那是最好的念大悲咒的方法 可以按照大悲灿的方法念大悲咒 那就是整合史料 拜大悲灿 他那上规定 一天六十行道 拜一次大悲灿 念二十一遍 那么就是念六个二十一遍 一天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念的更多 那当然也不可思议 这是说我不愿意坐禅 我也不愿意念佛 那么你欢喜念咒也可以 念咒也可以 这是谁个人的欢喜 每一个法门都好 都是好的 我们这样用功的时候 你就在佛法里边 第一步 我说江才说的这是第一步 我们皈依三宝 应该还是受武器 或者说在家佛教徒 或者说出家的佛教徒 你的第一步 就是应该做这些事情 要是你对经论的学习 深刻了 你从文字上通达诸法实相了 也就是所谓开悟了的时候 那时候你自然是要修习止观了 修习止观的那个时候 它有这种境界 就是要见诸相飞相 积架如来 那有这种境界 也能够立切相 发多了三秒三不得心 不住舌生心 不住生相为出发生心 它有这种修行了 这个经里面说的呀 它能做得到 它能做得到了 不只是念这个文句了 它心能与它相应的 这个大品波尔经 摩哈波尔波利密经上 说到一件事 说到阿修罗和斯蒂华音 他们常常有冲突 斯蒂华音就是御界天 第二成天的天王 阿修罗常从他作战 阿修罗和御界天 他们有冲突 有什么冲突呢 原来这个 这个须弥山这个地方 是阿修罗在那里住 在那里住的 后来呀 这个天音呢 是从这个光阴天死了 二三天 舌界的二三天死了 来到御界这来 他不是阿修罗 他也到须弥山这来呀 那么原来 阿修罗在这住 这个天来了的时候 这个天就对阿修罗说 此非有类 此非有类 就是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类的 这阿修罗的这个音呢 他不是音 他六道里面 他是另一道 他脾气大 称心大 人一说此非有类 他就不高兴了 就走了 他就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地方 诸天就是占领着来 这个诸天继续的躲起来 把御界都占 都是诸天在那住 阿修罗跑到大海里面去住 那么呢 这样的情况以后啊 这个司提欢迎这个人呢 我们和平 我们不不不作战 我们和平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不要用武力 你把人家地方占领了以后 我们从中以后和平不打仗 这件事我以为也是很 你阿修罗听见这话 心里舒服不舒服 所以他们常常有冲突 常常打仗 打仗的时候啊 佛就是 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呢 你念《摩荷波尔波罗密经》 念《摩荷波尔波罗密》 这阿修罗就会退 就会退去 不和同你打仗了 但是这个念《摩荷波尔波罗密》这句话啊 我们怎么想 念《摩荷波尔波罗密经》 我们怎么想 我们说 如说我们一直复在社会国 其处几乎都愿 我们这样念呢 不是 这个大平波尔经说到一句话呢 就是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啊 我念《摩荷波尔波罗密》的时候 身心入法中 身心入法中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念《摩荷波尔波罗密》 不是念文句啊 不只是念文句 也念文里边的意 他的身心和那个意相应了 这个身心入法那个入是相应的意思 是相应的意思 这样子呢 阿修罗就退却了 因为你 你与摩荷波尔波罗密里面的意 就是读法实相的意相应了的时候 他有无量的威德力 这阿修罗就退却了 是这样意思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说是 我们说是 你对佛法 有深入的学习的时候 然后你按照经里边说的法门 就修行的时候 超越了文字相 超越这个境界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佛教徒应该这样努力的一件事 我说我们只是照着经本的文字 念一遍 这是初开始 不得已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进一步的时候 你要从经里面说的道理相应 那这就是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这样子 按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来说 就是有的程度高了的佛教徒了 我们初开始的时候 就是念文字的金刚波尔波罗密经 念文字的法华经 华元经 念文字的楞切经解释密经 念文字的 要进一步的 也念文字里面的义 念文字里面的义 那就是高了 就有程度了 初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我们办不到 那好 只好我们是拜佛 消除业障 我们念文字的经理论 是这样子 但是不应该停留在这里 应该再向前再进一步 向前再进一步的时候 当然就是江才我说的子和官了 那这个子和官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要经过一番的学习 经过一番的学习才比较容易 不言的话这件事你做不到 我说我们佛教徒 归一三宝 受施五戒 或者说在家居之 或者是说出家 我们应该这样用功 这是一类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还有一种 就是为三宝做事 不是出家了 我为大众生做事 因为多数人 机会在一起用功修小佛法 一定有事 这个房子漏水了 一定要有人负债来处理这个事情 或者因多了 房子不够 要造房子 这些事情要有人处理 那么你不能够去学习佛法 也不能够做禅 不能讲经 你为大众生做事 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好 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这么多人在这里 学习佛法 在这里修行 你来帮助他 安心修行 你的功德很大很大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家居士 是护士佛教 功德也就是在这里 因为这些出家人 在这里用功修行 你能够供灾给他饭吃 吃一盏饭 你的功德都是很大了 也是有这些事 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 佛寨寺的时候 有一个地区 有五百个婆罗门 他们是住在 不是北印度 可是东南印度一带地方 想要到北印度来到恒河 听一说 恒河这个地方这个水好 到那里去洗一洗 就可以灭醉 可以成仙 好 那么这五百婆罗门 就从他的住处 向这个地区来 经过一个深山 就是走了迷路了 那么带来的粮食都吃光了 大家都是鸡又鸡 又饥渴 又饿 大家心情很苦恼 很苦恼 就看见圆圆那个地方有个大树 那个地方好像有鸡在那住似的 那么就是到这 就是奔这地方来了 到这来的时候 一看没有鸡 只是一个大树 就是那么这鸡就在那里哭起来了 可是这个树有一个树生 看这么多人哭什么呢 他就现身了 就问他们 你们哭什么呢 他就是如此如此一说 我们走了迷路了 现在没有水喝 没有饭吃 现在又饿死了 所以不要紧 我给你们饭吃 他这个手一伸出来 就出了很多的掩饰 出了很多的掩饰 这些人就说 大家吃饱了 心情快乐 然后就问他 说是你这个手 为什么会出了很多的饮食呢 有这种功德呢 他说呀 我前一生我是人间的饮 饮我是做什么呢 我是在那个一个街角那里 补这个破鞋 补这个破鞋 补补鞋 在那里做这个生活 但是有碧球从这里经过的时候 就问我 哪个地方是长者家 当他 佛寨师那碧球是突破七死 不像我们现在的厨家 在寺庙里面自己做 那么七死的碧球到那去 不知道哪个地方 有人肯布施嘛 就问他 他就说 那个家是信佛的 他能够布施你的饮食 他常常做这件事 用手这个指 这样指 死了以后 你就来到这个地方做树身 这个手就有这个功德 他一伸手 这个手 大概随他的意 他要这么样观想 就出了很多的饮食 就有这个功德 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 就是 他 原来做这么一点功德 第二生的果报 有这种果报 所以我们要是 在佛法里边 不管你是拜佛 念经 你或者是 供一堂灾 或者你做什么什么样的功德 将来的功德得的果报是不错的 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们初学佛法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功修行 就是这样子 你本身能够多拜佛 多念经 多学习佛法也好 或者你不能做这些事情 为大众生服务 做佛教的护法也是可以 我们就 皈依三宝以后 做个佛教徒 在佛法里面有多少栽培 就是没有空过 没有白信佛一回 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多少成就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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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